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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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敬的各位來賓 各位朋友 歡迎大家參加第七屆 區塊鏈全球峰會 大家知道 區塊鏈實驗室 從2015年開始 我們在上海 紅火區 一直舉辦每年一度的區塊鏈的全球峰會 後來發展成為區塊鏈的國際州 我們從開始就有一個初心 就是我們花一年的時間 把過去一年全球區塊鏈技術的最新動態和最佳的案例 那麼這些創始人或者這些主要的項目人員 把他邀請到中國 邀請到上海 來給中國的區塊鏈行業 再做著我們所有的同行們 一個學習交流的機會 我們去看看全球區塊鏈的技術動態 或者應用案例都有哪些新的發展 所以這樣一場連續七年的活動 不僅僅是像區塊鏈 我們自身的努力 也包括我們在座的同行 對區塊鏈技術 對區塊鏈的應用案例 大家有興趣的 這麼多的同行們 朋友們 大家共同的 朋友們這樣一場 連續七年都能夠很好的舉辦下去 並且大家還會有熱心的參與 這樣一場 連續一周的這樣一個活動 所以這點是要特別感謝我們大家的 在這當然我也要感謝在過去七年時間 一直支持我們的紅口區人民政府 每年都作為我們的一個指導單位 給了我們非常非常多的幫助指導 尤其是在去年和今年這樣一個疫情期間 沒有我們紅口區政府 以及紅口區各個部門的 大力的頂力的支持和單單的 我相信我們的活動 很難不會辦得這麼出色 因為這兩年來 大家知道疫情 對各個各樣的聚集性的活動 都有非常非常多的限制 那麼允許辦這樣一場 有四百五百人參加的這樣一個活動 政府部門是要承擔自己的一個責任的 如果萬一有任何的這種疫情方面的傳染事件 所以在這情況下 我們非常感謝紅口區政府 和區政府的各個單位 同時呢 我在這裡也特別感謝李柳衛行長 李柳衛行長 李柳衛行長 作為銀行家金融家 對我們這個行業 對區塊鏈技術 對我們這個區塊鏈的技術推廣和應用推廣 欺助了很多的心血 連續參加了好多一屆的我們區塊鏈峰會 今天我去邀請他的時候 實際上 這幾天的這樣跟疫情情況下 李航長這樣被領導 要離開北京出去參加活動再回北京 也是有很多顧慮的 但是李航長一直跟我說 他說這個峰會我一定要來參加 我一定會來參加 我們也做了預案 萬一如果李航長不能離開北京 我們可能用視頻的方式 來聆聽李航長的非常深刻的見解 李航長的見解 他是站在銀行家金融家這個角度來看我們的 我相信我們在座的大部分人 我們都是技術背景出身 工程背景出身 那麼聽聽李航長 還有我們微動和馬航長 從銀行家的角度 金融家的角度來看這個事情 是可以開過我們很大的一個事業的 好 剩下的我就把花筒交給我們主持人 我們正式開始我們今天的演講 謝謝大家